肺部炎症病变会癌变吗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张德信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呼吸与微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一般来讲炎症和肿瘤是两类疾病 一是感染性疾病可以治愈的 另外也是一个是恶性疾病 它是一个晚期的话是无法治愈的一对疾病 大体而言它们是不会相互转化的 但是有一种情况 就是慢性炎症或者形成一些疤痕 在这种基础上可能会出现疤痕癌 少见的这种肿瘤的表现 就是一些急性的感染不会有 但一些慢性的感染在肺部的形成疤痕 那么就会有出现恶变的可能性 这是一种情况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恶性病 当这个肺部的肿瘤 它没有阻塞的时候 只是一个孤立的肿瘤的时候 一般不会引起感染 但是如果这个肿瘤它引起了管腔的一个狭窄 阻塞 它也的引流不畅 那么它就会引起阻塞性肺炎 引起感染 所以虽然感染和肿瘤相互转化的可能性比较小 但是它这两者之间也是有联系的